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 C组第四轮中国队主场对阵泰国队的比赛 马上将在沈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拉开帷幕 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客队 泰国队的首发阵容 门将位上1号巴提瓦 3号球队队长也是泰国队著名的左边后备提拉通 另外呢有5号吉沙达 中国队今天的首发阵容 门将尖队长14号王大雷 其他球员呢有2号蒋光泰 他执掌的是执教的是这个著名的五里南连队 所以目前的泰国队阵容里面呢 其实有不少啊 都是他过去这个五里南连队的旧将 好了双方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打抢 不过呢经过了前五分钟之后呢 现在中国队是逐渐开始适应对方这样一个开局的节奏 贝南多贴着底线强行把球传在进去里面 而中锋位置上呢是贝南多 反之在贝南多那边呢也是这样用人 中国队开场的第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结果呢边路任意球啊开到远端 反而被对方形成了一次快速反击 泰国队一下子有多名球员跟上来 到进区里 从进区内防中国队的定位球开始 他们的反击向前推进的速度极快 迅速有三名球员能够跟进到中国队进区里面 是 开会的脚球开出来去后点 外围直接来一队弹射 中场中国队钻球 贝南多自己把球带上来 阿兰 看远端左脚起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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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韦世豪还没干扰 还把球给停下来了 对韦世豪顺势形成了停球过人 但是最后呢几乎是零度角的扫射 而且我们看他这个高中锋啊 速八差也喜欢拉出来到处游走 压得进去里面王底线 穿门前 漂亮 小个子前卫7号速八杵到中间包抄 我们看看这个位置怎么盯 从王上元和高天翼之间往里边跑 周琴杰被带走 而高天翼身前一直有这个速八杵 但他没注意到这个球居然能传过来 是 关键这个错位呢完全错在什么程度呢 蒋光泰被拉出去去防这个 这个谁啊 9号速八差 如果能打正门框范围之内呢 是有很大机会来补射的 中国队呢还排了两个人的干扰人墙 哦 韦世豪这一脚啊打的质量很高 我们看巴迪瓦 就是打中国队站的这两个人墙 干扰和阻碍对方手面视线的这个区域 东台卫视航呢也是把这个草皮又蹬起来一块 嗯 嗯 今天这个外围 哎 第一时间没有考虑射门 结果在调的阵区里面弹射 哎呦 高难度啊 嗯 阿兰 进去外又远射机会 嗯 打在中国队球门的横梁上 嗯 紧接着又是一条斜射 苏巴出猜中锋拉出来做球 嗯 周围一一团小个一帮小个拿球之后呢 往前进攻和远射 前场泰国队球抢下来又改到阵区里面 非常危险啊 17号苏巴娜 中锋速把猜 斜船给到左侧 这边 速把处的一对二 硬往进去里突 他脚下真的是快啊 哎呦 这个阵球 往这儿 右路直线的长传 打在手上 嗯 打在手上 主才判定点球 那自己哎 自己一慌 还把手伸出去了 他以为想找身体对抗 菲南多 哎呀 结果长距离住跑之后 大力便球直到进去里面 蔡光泰 背身投球往门前顶 好的 看这球 越过守门队了 哎 但是呢 后排中国队队员跟上来太慢了 哎 哎 泰国队上了 好球 哎 开始球 啊 贝赫拉木 中国队趁着对方更换守门员的机会 哎 任一球直线冲掉到进去里面 造成了泰国队门前的混乱 哎 结果呢 贝赫拉木 有瞅准机会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看这球的高难度动作是 朱晨杰 朱晨杰在空中已经是后仰 往回探头来做这个球 嗯 做的是真舒服 就是这个动作 高难度的做球 再加上贝赫拉木 这个球控制的也很好 没用脚背 半脚弓去推这一下 太不容易了 用队连续的脚球 哎呀 对方守不远是铺帽了 是 第一点让贝赫拉木顶到 但是没蹭到位置 在往后门柱折射的时候 张晨宁错过了 那 张晨宁其实跑位的这个意识是很不错的 球在空中他已经往后点迂回了 你看张晨宁已经先动了 哎呀 太可惜了 以前打泰国咱们一堆高中风 嗯 今天反倒让对方的首发9号的速帕 猜高中风给出风头了 对 那现在没办法 张晨宁上来 后点 有 头球往门前 哎呀 近在咫尺啊 张晨宁一脚把这个球给打高了 分边直接起 张晨宁龙头球坐过来 啊 看看啊 什么原因导致这球打高 是 他在出脚的一瞬间 对方 两还是三只脚一直在架着张晨宁的这条腿 太可惜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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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也是多亏了王大雷 原地起跳 单手把球给拖出去 今天这个四怕处踢的好 啊 就趁着中国队防线交换人的时候 白哈拉姆惯性回不来 嗯 做这个内切 戴南多 球给到远端 但是第二落点 凹起带着 哦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判 坦他舍夫 明少结束了全场比赛